我跟她在一起有两年了 然后我也是一直在宠着她 惯着她 其实每次吵架 我不是想真的跟她吵架 我每次跟她吵架 其实就是想证明她特别在乎我 但是我感觉她越来越过分 越来越变本加厉 一点都不知道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 所以这一次吵架 我真的不想再哄她了 然后我今天来这儿 就是想用我的真心话 跟我的实际行动来告诉她 我爱她 然后我想挽留一下我们这段感情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赵二十四岁来自西安店长 女嘉宾小于二十二岁来自吉林活动策划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我看小片里说这次不哄了是吧 是的 为啥吵为啥不哄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前一阵 才从西藏那边旅游完回来 然后当时不是那边是高原下来有高反 她全程身体也不太舒服 一直在照顾她 然后我自己也有一点 所以就是回到西安机场的时候特别累 当时我就拿着行李车推行李 她就非说是让我推着她走 我当时特别无奈 我就给她说你自己走吧好不好 就是她一听这话 转身出了后继大厅 打了个车就走了 那车上坐你这么 其实就是想撒一下娇嘛 然后她就态度特别特别冷淡 然后我可能就比较生气 我就转身就走了 走了之后她也没哄我 她以前就是都会哄我嘛 然后可能我知道我比较过分 然后我就给她发微信 她也不回 打电话也不接 然后去他们店里找 她对我态度就特别特别冷淡 然后这种情况下 跟我冷战了能有一个来月吧 我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所以今天你来这儿了 我猜你应该挺惯着她的 是吧 那你惯就一直往下惯吧 你干嘛惯到一半惯成公主了 你说你不是公主了 那是哪行啊对不对 因为这次我当时回来 我确实也很不舒服 当时我越想也越生气 你也别这么给我解释了 评价一下你女朋友 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吧特别爱玩 爱玩没什么呀 年轻人都爱玩啊 太爱玩了 特别爱打麻将 每天下班就去打 爱玩麻将 还爱玩什么呀 电脑游戏 他什么时候打呀 他基本就是麻将游戏 麻将游戏 说游戏的话 一个这个还有一次 我们当时也是 我们店里面淡季的时候 我就说是 选色跟他出去玩 本来说好了都 结果他临出发前 突然就告诉我说 他有一朋友 我在汉中 他想去找他朋友一趟 我说咱们一块儿 他说不停不走 他就帮我走 他就帮我走 他就帮他去 他就帮他了 他就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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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就帮我 他就帮他 他就帮他 我去帮他 我看他就帮他 他就帮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